各位午餐 現在跟大家報告一下 上週我們國內的疫情感動 整個題疫情講起來 無論在通報病疫、死亡病疫 或特殊病疫的 跟去年同期比較都沒有什麼特殊的遺狀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報告的是 腸病毒、登革二腹瀉 還有H1N1新型流感 最後我們會提供一些 國際重要的疫情給大家參考 我們先講腸病毒 腸病毒 上週是有一例新增的通報重症 沒有確定的重症個案 所以到目前13週為止 我們總共有19例的重症通報 其中兩例是確定 13例排除 還有4例在手下中 這個是急診的腸病毒就診病 可以看到這邊 目前是千分之3.21 比起上週些微下降 但是還是落在我們的警戒區裡面 登革二腹 我們上週跟大家報告過 就是從2009年流行期結束以來 我們首例的確定病例 它發病於3月20日 上週並沒有新增的確定登革 那腹瀉的話 我們可以看急診就診率 持續下降 那從前一週大概6.8%左右 那大概降到上週是6.2% 所以基本上 在往我們這個一般來說 大概是在3到5中間這個範圍前進 那我想支持一下 那那個新型流感部分呢 這個是我們的病毒監視 那在所有的類流感檢體裡面 目前H1N1新型流感的檢出率大概是1% 那在所有的那個病毒陽性檢體裡面 大概四分之一是新流感H1N1 那其他的四分之三都是D型 那這邊是提供一些國 那個國際疫情給大家做參考 那其中就是 這個是腸病毒 那越南胡志明市他們是有通報 是有71例的重症 其中一例死亡 那總結上週的疫情 那基本上在長壁屋重症方面 是沒有新增的病例 那目前門診急診的救診率 並沒有明顯的變化 但是人還是在警戒區 那登哥上週是沒有新增的 有新增的本土確定病例 那腹瀉急診的救診率是持續的下降 那心流感的疫情是持續 那所以基本上來講 陳如剛剛林副所說 就是說疫情上並沒有明顯的 變化 那我們會一切檢測相關疫情變化 相關稿